今天大戰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997年忍者戰隊 引聯者的無敵將軍 然後就是有五個小型機體 分別是紅猿王 白鶴王 藍狼王 跟黃熊王 跟黑蟬王 五個合體 那可以看到基本是人型 然後他們可以變成所謂的城堡型態在做合體 那城堡是叫夢幻幻城 先介紹第一個算是中間的記憶體 這一個是 誒這零碰鏡變 這樣子 第一個記憶體這一個 這一個是紅猿王 基本上單機模式頭是不可以動的 只有手臂是可以旋轉的 那就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零件 但手臂的這個這邊是可以彎曲的 這邊算是手軸 這可以再彎曲啊 那它的專屬配件 武器是這個 所謂的手禮劍 我一直覺得這是盾 然後後來人家在這跟我講說 這是放大的劍 放大的那個手禮劍 其實這是放大的手禮劍 後面這樣子 然後這是鋼硬 這裡有講1997年換代 1994年說錯 1994年才對 然後台灣是在1997年用 映知 映知神兵的名字 在台灣有播放過 但是說真的本人沒有看過 印象中好像有 但是好像那應該是金剛戰士 可是金剛戰士好像又沒有無敵將軍 我可能要去留意一下 後面這樣子 這邊有鋼硬 側面這樣子 正面這樣 那它其實多了一個關節是這個 它這個手臂這是可以拆開 因為到時候它手是可以收起來的 所以它如果你要讓它稍微有一點移動 是可以稍微把它拆起來 往側面一點 是可以動的 那頭是不可以動的 腳基本上也不算能動 基本上它的關節就是這幾個地方 這是 紅圓王 然後再來第二個 這一個先介紹 它 這是左手 到時候合體的時候變成左手 這一個是叫做 白鶴王 正面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頸裡的標誌 手臂 手臂是可以旋轉的 然後它跟紅圓王不同的地方是這個 它就不能旋轉了 它沒有其他可動關節 那腿部也沒有可以動的地方 那它附的兩把武器是兩把手裡劍 不是手裡劍 兩把 這應該算 小叉子吧 小叉子 兩把 短叉 這樣子 然後 臉讓 說實話說是白鶴 我完全看起來不想鶴 然後再來是 右手 這是右手 右手這個是 藍攘 武器是這個 長槍 套起來 正面這樣子 然後它的關節基本上跟白鶴是一樣的 頭部是不能動的 唯一可動的範節 就是這個手臂的這個部分 然後它多了一個關節是這邊 它可以稍微 合體的關節 它這個可以往上推點的 所以它是可以這樣動的 大概是多這樣幾個關節 其他並沒有什麼太多關節 正面這樣 然後臉是一個狼的形態 側面 後面 然後左肩有一個 緊力的標誌 然後再來是 黃熊王 正面這樣子 然後它的臉就真的很像熊 這我覺得蠻可愛的 手臂這樣一個 是可以旋轉的 然後這邊 可以旋轉 然後這個也可以 跟上面的那個 紅 紅圓一樣 是可以彎曲 所以它的手臂是可以稍微 側面一點點 是有這個關節的 腿部是這樣子 那腿部基本上沒有可動關節 欸我現在才發現一件事 它們鋼硬好像這幾隻 鋼硬就只有紅色那一隻 紅圓有欸 好像其他幾隻都沒有 那它的武器是一個勾爪 它的勾爪說真的 你說它是勾爪 其實我覺得比較像 長型武器 那稍微留意一下 我現在都不太敢晃這種 軟膠零件 這個 是這樣子 那手可以拿在手上 從後面看其實看到 它的勾爪是有點偷膠的 正面 口爪 然後最後一隻 是所謂的 右腳 它的武器 黑蟬丸 臉是這樣子 頭一樣不能動 所以基本上五個頭都不能動 那基本上 單機模式 所謂的可動關節 都集中在手臂 這個也可以旋轉 然後這個也可以彎曲 一定的 台上 那武器是一把 藏功 長弓 拿上 五個 大概是這樣的 還是這樣的關係 然後站起來 五個基本上 單機模式 看起來都是一樣高的 那另外可以變成所謂的無敵將軍 五隻可以合體 那合體方式其實也很簡單 先把零件都收起來 不然等一下忘記收 它武器其實是可以合體的 它武器先把武器的部分合體 先把收一件拿過來 所有件這邊兩個插銷 兩把插子裝在這裡 然後弓後面這邊有兩個插銷 裝在這裡 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零件這邊 可以把長槍裝上去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其實我覺得還不算裝 可以裝成這樣 五個武器可以裝成這樣一個零件的模式 後面看這樣子 這邊這樣 那各自的合體方式其實 呦呦呦 也很簡單 先變白遠好了 都不算撥到 手臂往上推 可以收起來 然後往下壓 整個往下壓 這邊一樣 往上推 然後往下壓 手臂就可以收起來 正面這樣 然後腿部 往前摺 扣起來 手掌就會 拳頭部分就會跑出來 手臂的部分 左手部分就變形完成了 那其實有幫你做防呆 有警力這個是向前的 那黑長腕也很簡單 整個背 往後推 打開後 兩個手掌 兩個手臂直接收進去 然後合起來 合起來後 然後 腳 往上推 扣起來 往上推 這樣子 從側面看怎麼講 往上推扣起來 這個也是 往上推扣起來 腳的部分就變形完成了 正面這樣 一圈 那 黃圓跟黑蠶是一樣的啊 後面腿 身體 打開 手掌進去 然後合起來 腿 往上 扣 往上扣 手 腳的部分就變形完成 然後 藍的部分 藍藍的部分 真的是很難念 手臂推起來 手臂 往下壓 往下 扣 然後就變形完成了 然後 紅圓的部分 手臂 收起來 合起來 後面上 這邊上 腿部 會旋轉一圈啊 還是這樣子 會旋轉一圈啊 然後這個要往上推 原本的腰帶這邊往上推 人的部分就會跑出來 記得一定要先往上推 不然會卡住 然後扣起來 這邊 一樣 旋轉一圈啊 然後 然後兩個 原本的腳掌要合在一起變成腰部啊 然後這兩個插槍部分打開 身體的部分就變形完成了 變形後就很簡單啊 這邊的插槍 四個插槍 對應的是紅圓的插槍 藍的插槍 扣上去 然後這邊一樣 插槍 對應它這裡的插槍 扣上去 腿部更簡單啊 腿部就是 黑蠶的這邊 這邊是肩膀上面 有兩個插槍 對應它腿部 它插槍 扣上去 然後這邊一樣 插槍對插槍 扣上去 然後就可以 變形合體完成 變形到這裡後 基本上大合體的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這個時候就把它的 附屬的零件 面罩 這邊 打開 臉就露出來啊 然後 整個翅膀往上推 扣上去 後 再攤平 臉 就變形完成 無敵大將軍就登場 正面這樣 側面這樣 後面這樣 這種形態下 基本上它可動範圍 一樣是只有手臂啊 那頭部基本上不可以旋轉 但是它有個訣竅 是把這個稍微縮一下 它是可以彎曲一點點的 它的插槍是 可以稍微 撥開一點點 它可以稍微 頭偏一點點 這裡還比較有趣一點 正面這樣 那沒有什麼可動關節啊 比較可惜啊 那武器 大體的武器就是這一把 我 我喜歡叫它魚頭寶劍啊 因為之前霹靂布袋戲 那個神賀祖母 也有用過這一把武器啊 那它實際上叫做 火焰將軍劍啊 說真是劍 我怎麼看都不像劍 他們 日本還把劍跟刀混在一起唸 好 這邊有個鯉魚的標準 這點是還不錯的啊 那劍拿在手上 就 萬代 DX 1994年 DX的 忍者戰隊 引連者的 無敵將軍就組裝完成啊 那剛剛合體後的武器 也可以讓它拿手拿 大概這樣 其實 如果你跟它沒有合體的放在一起 我覺得沒有戴上頭盔的方式 看起來其實也滿好看的 有另外一種感覺 然後另外要講的一點就是 它們的手腳其實是可以互換的 很像這個白鶴 它是可以其實是可以裝在 等一下喔 是可以裝在 左邊 右邊的 但其實注意看 它還是有差 大拇指的部分 這個零件 就會很明顯的看不出來 不一樣 藍色可以裝在 右邊啊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 我就故意裝錯了 它把 黃圓的部分 是可以裝在 黃圓的部分 是裝在左腳 這點比較不一樣 可以看到 沒有戴頭盔 跟有戴頭盔 其實還是有差 還是這樣子 這是1997年的 忍者戰隊 引連者的無敵將軍 售價 其實單機還蠻便宜的 單機其實我看到蠻多人在賣的 大概兩三百兩三百 但其實最貴零件 是這個頭盔啊 這頭盔好像 大家都會頭盔不見 那這個 紅色的部分 跟這個武器的部分 網路是有人在賣 武器的部分都有人在賣那個翻模 所以就還好 但比較 比較麻煩的是那個 無敵大將軍 那個白色的頭盔 白色的那個頭盔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一下 然後就是所謂的手 可以看到 手臂這個 白色的零件 很容易 怎麼講 很容易變黃啊 本人這組還算 朋友這組 本人朋友的這組 我覺得 還算白 所以就介紹給大家看 那今天影片介紹 這